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小伙子 他是来自本西满族自治县的阿哥 来找属于自己的哥哥 来 掌声有请 全层热烈 小伙子刚才出场之后的这个爱情尊严 我觉得特别霸气 你听懂了吗 一个字都没听懂 小伙子我想说我也是满族的 你好 你好 但是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语言呀 是满语吗 对 当然是满语 我们满族的语言 啥意思 没听懂 就是我刚才翻译的 你刚才后来翻译一下 自我介绍一样 对 就是自我介绍而已 现在能说满语的年轻人很少了 对 是很少 但是现在愿意学习的年轻人有很多 很不错 很不错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自我介绍 你有说爱情宣言吗 忘记说了 来 说让我们了解一下 我的爱情宣言是 也是满语 翻译一下呀 还是留到 稍后再揭晓吧 这爱情宣言用稿子这么神秘吗 有我今天来的目的 有我今天来的目的 那就知道了 这里面一定有特别的 好 来看一下场上是这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选一中人 写好了已经 没有 我跟你讲我数学挺好的 我这自打做了全身练主持人之后 你说这现在沦落成一个数学不好 语文也不好的一个主持人 以后我怎么往下混呢 但是这个我真是不是数学和语文的问题 你写的这是啥 是满文 样子 接下来你必须学习一下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对 但是什么也看不懂 只能等会儿试探着聊了 来看一下这个满足小伙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孙小震的霍兰 我今天是20岁 大家好 我是孙小震 今年25岁 我是满足人 满语名字是查尔庆 这是我的老家 辽宁省本西满足知识县 我喜欢骑马 射箭 研究满足文化 其实现在一些真正的满足文化都在渐渐的淡去 包括满语都是我后来学习的 我认为一些传统的东西 还是有必要继续传承下去的 所以我现在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满语培训班 免费教授满语 还主持过满足的传统婚礼 当然了 对于满足文化的喜爱 只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我现在的工作是外企物流的一名工作人员 一个月的工资大概三千六七百块钱 我已经在本系这边买了车买了房 无聊的时候还喜欢看看轻工具 比如说前阵子特别火的延续攻略 我觉得咱们节目上的一些女嘉宾 跟里面的一些角色特别的像 九号刘十一 给人感觉非常温柔 很像里面的富莎皇后 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 看起来比较叹家闺秀 是十六号看起来娇娇地地 揉揉揉揉揉 很像里面的贤妃 但实际上 给人一种骨子里透着一股狠劲的感觉 一定是那种特别容易黑化的女生 好 是我和大圆圆 就是刚才看短片的时候 十六号就跟我说 戴眼镜的都变大了 王哥他说你 好 小伙子不止这一次两次了 从十六号至零上台的第一课开始 他就已经把王哥说了 你怎么评价戴眼镜的男人 你觉得都会 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 然后和陌生人说话 那个安家和天天暴力他老婆 然后我就觉得戴眼镜的男人都变态 这部电视剧给你洗脑了是吗 对 然后我想问小伙子就是 那个贤妃贤妃那么好 你是在夸我吗 你可以这么认为 但是你好像我听出来讽刺的意思 对 说得很对 似一丈红 你应该说斩立绝 第一个短片 来看第二个短片 我曾经出过两个对象 其中有一个 我付出过很大的热情追求过 每天都在他的楼下送早餐 天天没有自尊心一般的黏着他 我本以为 我的热情都在那场恋爱中耗尽了 现在已经很佛系了 直到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 我才知道我对爱情的那团活 又被电话了 而点燃我心中那团火的人就是你 刘十一 刘国庆 今天我就是为你而来的 咱们代表 为我感到耗尽 他是太阳 我更佩服补 他追不着 接受 要你 要你 要 我 所以 是 要事恐怕 以后做饭的事就交给好 Edcri 我看好像 已经满脸的眼泪了 是吗 谢谢大家